酸碱萃取是液液萃取的一种 涉及将化学物质与其他酸性或碱性化合物分离 这通常在化学合成后处理步骤中进行 以纯化粗化合物 从而产生基本上不含酸性或碱性杂质的产品 分液漏斗通常用于进行酸碱萃取 酸碱萃取利用酸或碱形式的化合物溶解度的差异来实现分离 使用酸碱萃取的优点包括 1. 这是一种简单且经济有效的化合物纯化方法 2. 可用于分离化学性质相似的酸或碱 使用酸碱萃取的缺点包括 1. 酸碱萃取不能分离化学性质相似的酸或碱 2. 酸碱萃取不是用于化合物的大规模纯化 不可以 酸碱萃取不能用于分离化学性质相似的酸或碱 酸碱萃取是液液萃取的子类 涉及将化学物质与其他酸性或碱性化合物分离 这通常在化学合成后处理步骤中进行 以醇化粗化合物 从而产生基本上不含酸性或碱性杂质的产品 分叶漏斗通常用于进行酸碱萃取 酸碱萃取中最常使用的溶剂是水和有机溶剂 例如乙酸胰脂 乙醇 甲醇和二氯甲烷 这些溶剂之所以常用 是因为它们价格便宜 容易取得 并且对酸性和碱性化合物都具有高溶解度 溶剂的选择取决于被萃取化合物的种类 和最终产品所需的纯度 酸碱萃取在制药和化学工业的一些常见应用包括 一 药物化合物的纯化 酸碱萃取通常用于在合成后后处理步骤中 纯化药物化合物 例如 酸碱萃取可用于去除粗化合物中的杂质 从而得到基本上不含酸性或碱性杂质的产品 酸碱萃取通常使用漏斗精型